请问几个韩正会成为袁世凯吗? 过去我们在某种程度来讲 习近平就是我们袁世凯 就是灭皇帝、灭清廷、还军阀、搞空财政 那只有习近平了 但是习近平称帝了 人家现在一直干了已经十几年了 他已经变成习死皇了 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把习死皇干掉的人 大家不要去死死般硬套那个角色 咱只是比喻 他没有百分之百的共同性 现在的就是韩正 咱说的袁世凯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灭掉集权的 然后呢自己亲身去干的 而且袁世凯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国际视野的 玩弄于皇权与首长之上的 中国过去只有两个人 就在过去的十年 只有两个人有着本事 王岐山和韩正 治理国家能力上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汪洋 汪洋是真的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另外一个是谁呢 大家去想想 汪洋已经被pass掉了 王岐山现在已经死球蛋了 王岐山是被答应终生做国家副主席哦 现在给干掉了 啥概念 装了装实袋去了已经 韩正 韩正 绝对不会是王岐山 记住我的话啊 韩正 绝对不会像王岐山一样坐死 坐着等死 记得去年我说吗 在病毒期间 韩正 自己坐高铁 回上海 连架都不行 我要照顾我老娘去 对吧 怎么着 回来以后 习也没把他怎么着 当年 韩正的小女朋友 最早的时候 韩正就把女朋友送到澳大利亚去 先在悉尼 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带着孩子到了墨尔本 两个地方开了超市 当时国家安全部 这个要整他 查他 查查的发现还有一师生子 而且师生子都很大了 当时韩正就处理那个事的时候 不懂得国内这个政治游戏 你不懂 就韩正能迅速的 能把国安公安中纪委全部搞定 一个上海市场 那你能敢吗 那胡锦涛被他给忽悠的一愣一愣 把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在一起玩的 韩正 中国不超过五个人